以年轻球员为主的琼斯杯中华白队历经延长加赛 最后是以73比71两分险胜日本队赢得了本届第五名 这是相隔十年五国分成两支队伍参赛以来缔造的最佳成绩 关键防守让日本球员无法出手 中华白经过了延长赛终于以73比71获胜赢得了第五名 写下琼斯杯最近十年分成两支队伍以来 成绩最好的中华小将 今天是最后一场球我们有多少体力都拿出来 就不管你身上有伤痛还是怎么样 就我们都一定40分钟都拼下去了 然后最后拿下胜利我觉得非常感动 进入延长赛时陈云俊的两季三分球 帮助球队突破僵局 也稳住士气白队再接再厉打出漂亮的一役 中华白球员平均不到24岁 但是经过亚洲杯跟琼斯杯的整合 球员成长进步破益良多 热情让这群孩子往前冲 中华小将不只闯出自己的未来 也拼出国内篮坛的新神代 UTN TV 许家龙 杨育新 台北报导